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享受独处是一种人生境界 也是成就自己最好的方式 许志远曾在综艺向往的生活中 因特立独行而冲上了热搜 节目里有一个蘑菇屋 去蘑菇屋的客人会聚在一起聊聊天 吃吃饭 过上向往的生活 而许志远却显得格格不入 他总是避开其他嘉宾单独行动 他自己去海边闲逛 和村民拉家长 夜幕降临的时候 他会拉把椅子去大树下乘凉 就是这样一个游离于节目规则之外的人 却意外地收获了大家的喜欢 大家说 许志远过的才是真正向往的生活 是啊 可以独处 享受自由 这才是当代人对生活最大的向往 舒本华曾说 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他才可以完全地成为他自己 谁要是不爱独处 那他也就是不热爱自由 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他才是自由的 独处是成年人的刚需 也是难得的奢侈品 白天我们在外忙于生计 在人计中周旋 晚上我们回家忙着生活 陪伴亲人 照顾孩子 给别人的时间越来越多 属于自己的空间就越来越少 有人说 成年人对沉重生活的抵抗时 男人在车里抽支烟 女人洗澡的时间越来越长 用短暂的独处 让自己放空 抛却一切负重与杂念 就享受哪怕几分钟 属于自己的自由 让灵魂 让灵魂得以喘息 给身体冲冲电 然后再重回现实 继续拼搏 成年人的世界都不容易 与其在人群中强颜欢笑 不如在独处中自愈 很喜欢百年孤独里的一段话 比起有人左右情绪的日子 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时光 一个人最好的状态 就是独处的时候 安静 自在 不用周旋于别人的情绪 也不必刻意判断他人的心思 自己陪同自己 回归一个真实的自己 周国平曾说 独处是一种检验 它可以测出一个人灵魂的深度 测出一个人对自己真实的感受 当现实生活 让我们迷失人生方向 失去了自我 不妨在独处中 去感受生命的意义 找回真实的自己 毕竟一个人只有先学会 好好爱自己 才能更好地拥抱这个世界 卡奈基在 《人性的弱点》中写道 我总结了三种 能使我们发现自我 并使之与众不同的方法 每天为自己安排独处的时刻 努力破除束缚自我的恶习 用狂热与兴奋 去追求自己的目标 独处是自我增值最好的时期 一个人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看他独处时在做什么 著名作家村上春树 对独处情有独钟 他年轻的时候 也曾为自己的内向而苦恼 试图去社交 去把自己过得越来越拧巴 后来他决定放过自己 遵照内心 去过喜欢的生活 在独处的日子里 村上春树把精力 完全放在写作和跑步上 在日复一日的写作中 他著成了许多名作 成就了自己在文学界的地位 经年累月的跑步训练 让他成为马拉松 长跑达人 也练就了强健的体魄 村上春树曾在书里写道 我是那种喜爱独处的性情 每天有一两个小时 跟谁都不交谈 独自跑步也罢 写文章也罢 我都不感觉无聊 是啊 一个真正热爱独处的人 是不会感觉生活无聊的 因为他人虽在独处 精神却无比风盈 他可以心无旁骛 做一切自己喜欢的事情 而那些耀眼的成就 往往就来自于 这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 独处时刻 和日复一日的坚持 正如作家冯继才所说 平庸的人用热闹填补空虚 优秀的人以独处成就自己 在这喧闹的世间 不妨为自己独留一片精神领地 在独处中修炼更好的自己 很喜欢一句话 生活中最好的事情 都是在独处时发生的 享受独处 是一个人内心真正的风盈 它让我们向内探索自我 向外拥抱世界 一个人若能在独处中 宜然自得 便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 愿你可以在人群中狂欢 也能享受一个人的清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 别忘了分享到你的朋友圈 我是素年锦时 祝你晚安 做个好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